灵秀训练 牧人的杖 已步 第一篇 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第一章 仇敌已被践踏 作为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并不是从失败走向得胜 也不是从怀疑走向信心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乃是从得胜走向得胜 就好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所说的 本于性 已至于性 所以我们并非一开始是失败的 然后才能够得胜 乃是一开始我们就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得胜 如果我们一直把自己视为仇敌攻击下 无助软弱的牺牲者 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得胜者 各位 魔鬼已经被败坏 这并不是说魔鬼已经不存在 在原文圣经希腊文当中 败坏这个字 它的意义是 使他无能力破坏 减少至完全没有 使之无效果 使之瘫痪 使他无活动力 魔鬼已经被战败了 他统治世界的权力 也被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夺走了 现在是主耶稣握住了这个权柄 上帝对人类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给他权柄 以及同治所有的被造物 撒旦原本是被造中美丽 而且具有恩高的天使 他很可能是天堂中唱诗般的负责人 他有极大的野心 想要管理世界 但是神怕这个管理权 给了亚当和夏娃 因着撒旦的骄傲和叛逆 他从原本在天上 那美丽 有权柄 有能力的位置上失落了 之后呢 撒旦以一条 美丽的蛇的形式 出现在伊甸园 他的出现是为了邪恶的目的 他从亚当和夏娃身上 偷走了那统治和管理的权柄 其实他并没有能力 胜过亚当和夏娃 因为亚当和夏娃 已经有权柄 管理所有的活物 包括纳蛇 撒旦所唯一拥有的 只不过是影响力 他所能够做的 只是透过谎言和欺骗 来影响那一些 相信他的人 因着亚当夏娃的怀疑和不顺服 就造成了非常令人伤痛的结果 亚当夏娃脱离了神的遮盖和权柄 失去了神的形象 他们呢 也因此失去了管理神所造万物的权力 之后 他们就浮在撒旦的权柄之下 魔鬼得到了他一直渴望得着的统治大地 统治世界的权柄 从人的手中转移到蛇 也就是魔鬼的手中 但是魔鬼赢得这一切 并非因他满有能力 他是靠欺骗得到统治世界的权柄 撒旦不只是骗了亚当和夏娃 同时也欺骗了自己 他真的相信自己胜过了人和神 撒旦绝不会想到 上帝会舍了他独生爱子耶稣 来挽回失落的人 当人堕落了 但是上帝并不因此改变 他要人管理世界的计划 有趣的是这个计划首先向魔鬼透露了 耶和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被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 从现在起 你要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也要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你要伤她的脚跟 但是她要伤你的头 这女人的后裔是指这个家族 要把耶稣带到世上来 神对蛇说 他会伤耶稣的脚跟 但不是致命的伤害 这是指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说的 死亡并没有办法将耶稣囚禁在坟墓中 然而这后裔 耶稣要伤蛇的头 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没有复原的机会 伤你的头 这句话当中 含有与权柄有关的重要意思 头这个字 包括了领导者的权威和统治的权柄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 我要你们知道 男人是女人的头 权柄的遮盖 基督是男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上帝自己亲自告诉仇敌 有一天女人的后裔将要伤蛇的头 透过定十字架的基督耶稣 撒旦被击败了 统治世界的权柄 将要还给神的家 耶稣基督借一个女人所生 而来到这个世上 后来魔鬼试探耶稣 说你若败我 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 魔鬼真正要对耶稣说的是 你若顺服在我的权柄底下 我就把管理世界的权柄都给你 到底对耶稣的试探是否真实呢 如果我今天对你说 只要你败我 我就给你一百万美元 你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大笑 因为你们知道 我并没有那么多钱 这就不构成一个真实的试探 但耶稣所面临的情况并非如此 他所受的试探是真实的 他必须用很大的力量来抵挡他 耶稣的挣扎是如此的大 因此天使都来帮助他 撒旦试图毁掉或者胜过 这个尊贵的后裔 他尝试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就要杀掉他 当使用武力失败之后 魔鬼想利用欺骗亚当和夏娃的方式 同样的来对付耶稣 他企图使耶稣远离天父的旨意和话语 他盼望希望耶稣体贴自己的心意 其实撒旦知道耶稣这个女人的后裔 会来拿走他统治世界的权柄 撒旦之所以提出统治世界作为耶稣 臣服于他的条件 就是为了使耶稣服在他的控制之下 如果魔鬼成功了 那么他就胜过基督了 当撒旦知道他的国度和权柄 都会被耶稣摧毁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这事会如何成就 在出埃及记里面 古时候的法老王 他们的王冠上 有眼镜蛇的这个符号 摆出随时攻击的姿势 这是象征着法老王和百姓受到了魔鬼的控制 这是耶稣借着逾越节羔羊的预表 要把我们从罪的努役和撒旦的控制之下 释放出来的全世界的土象 在出埃及记 上帝用逾越节的羊羔 来拯救以色列人 那一夜也是杀埃及长子的一夜 我们不知道那一夜 当死亡笼罩整个地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想 也许在几个世纪之后 诗人大卫做了最好的描述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阴下 诗人又说 虽然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这灾却不能临近你 你唯有亲眼看见恶人遭报 对我们的救赎来说 这是多么鲜明的一幅土话 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 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 耶稣阐明了以下的真理 耶稣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换言之 魔鬼现在是一无所有 耶稣夺走了魔鬼的冠冕 并且拿走了他死亡的能力 所以在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说 耶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其实今天魔鬼一无所有 他不是狮子 他不过如同吼叫的狮子 彼得前书五章八到九节 请留意这段经文不是说魔鬼是一只吼叫的狮子 而是说他遍地游行像一只吼叫的狮子 换句话说 他不是像他所展现的那样 实际上他只是一只假狮子 也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纸老虎 那谁是狮子呢 在启示录五章五节说 耶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简单的说 魔鬼所拥有的力量权柄 只有我们允许给他拿走的那么多而已 他所能控制的 就是我们愿意让他控制的那么多 他不可能击败我们 比击败亚当和夏娃更多 他欺骗我们的方法 像他欺骗亚当和夏娃一样 撒旦绝不是一只真狮子 他的吼叫不管再大声再长 这样的吼叫只能吓唬你 如果每次撒旦吼叫的时候 我们就退后 那么我们永远学不会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抵挡魔鬼 我们就不会看见他逃跑的样子 当我们借着圣灵 用信心说耶稣是主 撒旦必须弯下他的膝 扶下他的头 当我们奉耶稣全能的名 来面对他们的时候 撒旦恶魔会在痛苦中发抖 当我们顺服 并且来扶在神的话 和神的灵权柄之下的时候 这权柄就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能够这样做 在祷告里向神说 用我们的口来承认 并且斥责魔鬼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有这样一个经历 有一次在一个极暗的深夜 当他醒来的时候 在他的房间没有一根蜡烛 当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 他看见撒旦站在角落里 马丁路德看着撒旦并且说 哦 是你啊 然后他转过身来睡觉 现在如果换成是你 在今天晚上 你醒着的时候 发现撒旦来拜访你 你会怎么做 有一次作者问一个同工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是 我会打电话给牧师 这绝对不是最好的答案 作者谈到他的好朋友一个故事 这个好朋友 还是一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 有一天他突然感到上半身非常的疼痛 这个疼痛越来越糟 实际上他听到撒旦的声音说 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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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六个小时之久 他所能听见的就是癌症 癌症 你得了癌症 他非常害怕 最后他向主祷告说 主啊 我得了癌症嘛 主没有回答他 他又祷告说 主啊 我得了癌症嘛 结果他听见主在笑 他真的在笑 他让这个作者的好朋友知道 他多么愚蠢 竟然被撒旦欺骗了 撒旦在他的心中 拨下了一个谎言 所以 这个作者的好朋友 下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字 就生气的站起来对魔鬼说 撒旦 我用癌症打你 之后 作者的好朋友 就再也没有那样的疼痛了 现在我们来分享 第二章 污鬼是无能力的 基督已经征服了撒旦 叫撒旦没有能力 魔鬼只有影响力 借着谎言 我们能够给他多少 他才能够拥有多少 魔鬼的影响 就是引起我们惧怕 邪灵是属灵的存在物 是魔鬼的代理者 他们和魔鬼合作 执行工作 有些圣经学者相信 那些邪灵和撒旦 是一同背叛神 是从天上堕落的邪恶天使 惧怕对于魔鬼 如同信心对于神一样 信心 使神进入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惧怕也按着同样的方式 用此吸引的力量 把邪灵的力量 黑暗带入我们的生活中 就好像油和水 不能混合一般 信心和惧怕 两者也不能够混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以信心开始 并且以信心来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如果我们在惧怕中退缩 这黑暗权势 魔鬼和邪灵将会努力我们 信心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这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魔鬼并非什么都知道 他们也不能知道我们的心思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对他们 放在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 会有什么反应 他们必须等待和观察我们做什么 借此而越来越熟悉 我们的习惯和生活模式 但是他们无法预见 或者决定我们的行为 撒旦一定无法预见 他们对约伯攻击的结果 他们也料不到 耶稣透过十字架赢得胜利 当扫罗王位被邪灵搅扰 大卫王那个时候还不是王 是个年轻人 为扫罗弹琴的时候 搅扰扫罗的邪灵就离开了 所以由能力的赞美和敬拜 能够赶走魔鬼 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跨胜 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晓得上帝已经击败 这世界掌权的邪灵 截除他们的武装 这也反映出撒旦手下 魔鬼们的状况 他们的武器和权柄已经被解除 他们现在已经失去抵御的能力 已经被羞辱 这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公开的羞辱 被击败的仇敌 以显出耶稣的得胜 也就是竹在十字架上 所赢得的胜利 耶稣的胜利 不仅是属于耶稣的 也是属于我们基督徒的 就好像美国迈克阿瑟将军的胜利 不只是他一个人的 也是美国和联军同友的 所谓得胜 就是权柄的转移 当我们在权柄之下 我们才能够以权柄行事 我们看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 大卫预表基督 以色列军队代表基督身体中的信徒 哥利亚预表撒旦 非力士军队预表撒旦的邪灵势力 以色列军队因哥利亚害怕 并变逃跑 但是大卫受高的牧童 他为神向敌人愤怒 以及行动 当时的大卫不超过15到16岁 当大家都在惊慌中退缩的时候 大卫却勇敢地站出来 准备好和哥利亚面对面的对抗 当大卫攻击并割下哥利亚的头的时候 他不仅打败了哥利亚 也打败了全非力士军队 这个故事说明了基督胜过魔鬼 和他军队的大能胜利 我们知道 大卫拾了五颗光滑的石子 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也有五个受伤的地方 就好像如同大卫的五颗光滑的石子 脚一个地方 两只手第二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头部一个地方 还有肋旁一个地方 五个地方受伤就好像大卫的五颗石子 耶稣的受伤 在十字架上的受伤 打倒了魔鬼和他的部队 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下到阴间 胜过阴间所有的权势 并从死里复活 胜过死亡 撒旦的主权 和同志 就被摧毁了 因此 魔鬼就不再有能力 和权柄胜胜过 在耶稣基督 主权下的信徒 当耶稣的名 有权柄的被说出 魔鬼就要颤抖 并得屈膝 顺服于他的主权 在经文中 我们并没有看见 耶稣面对魔鬼的力量的时候 是战惊恐惧的 事实恰好相反 是魔鬼看见耶稣 惧怕的喊叫 在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魔鬼也信 却是战惊 权柄这个字 在经文中的意思 是有能力去管理 得着权柄去治理的意思 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耶稣使魔鬼失去王位 也拿走了他死的能力 在使徒约翰看见的大异象中 耶稣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幕后的 我拿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而耶稣的门徒 也有治理污鬼的权柄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 保持在得胜中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耶稣拆了七十个门徒 七十个门徒回来 树直的时候 他们很高兴 因为奉耶稣的名 他们能够赶鬼 耶稣说 不要因此 就忘乎所以 你们要知道 你们的名字 记录在天堂的名册里 你们要高兴 我们的名字 记录在天堂的名册里 仇敌也知道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长子 在大英帝国中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权柄 当女王授权她代表自己的时候 她和她之间的关系 就会使这儿子所说的话 带来极大的权柄 为什么呢 不只是因为她说 我是奉伊丽莎白女王的名而来的 她的权柄是建立在 她和女王的关系上 因为她是王位的当然继承人 如果我站在英国议会中说 我奉伊丽莎白女王的名说话 我就会被鄙视和嘲笑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权利奉她的名说话 我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当犹太祭司长 土基娃的七个儿子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命令你们这些邪领出来 这个时候 乌鬼反而 打了 土基娃的七个儿子 他们虽然使用了正确的字眼 但是他们却与神 毫无关系 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被记录在天上 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很有趣的记载 乌鬼们认识耶稣和保罗的名字 好像上帝在天堂有一个公布栏 上面张贴着他儿女的名字 乌鬼会查看这些记录 他们清楚的知道 谁的名字记在上面 谁的名字没有 义人的名字 必被记在天上 但是恶人的名字 会被记在某处 耶利米书17章13节说 耶尔华说 离开我的 他们的名字 必写在图里 如果我们的名字 记在图里面 就不会被记在天堂 正如沙滩上写字一样 我们的生命 将是一短暂的记忆 我们在这世界上 有权柄 就是因为我们的名字 被记录在天上 上帝能够通过 任何一个孩子 击败魔鬼 如果这些孩子 清楚明白 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 并且行使上帝名字的权柄 今天魔鬼是一个强盗 他在寻找偷窃和毁坏 那些不属于他的人 我们时刻都有能力和权柄 阻止魔鬼这么做 但是魔鬼会尝试 使我们相信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他装着自己 好像仍然在掌权一样 作者的一位朋友 帮助一个被鬼附的人 当他奉耶稣的名 命令那鬼出去的时候 那恶鬼竟然大胆地指控他说 你不能赶住我 因为你没有进食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邪灵控告你没有进食 你该怎么办 作者的朋友起初非常的沮丧 但是后来他明白魔鬼的作为 因此他坚定地回答说 说谎的邪灵 我的确没有进食 但是耶稣有 现在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 乌鬼就立刻离开了 撒旦是使用控告和定罪两种方法 来动摇我们信心的 圣灵是叫我们知罪 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罪 就会悔改脱离罪恶 撒旦无论如何 都会借我们的罪和软弱 来控告我们 来定我们的罪 有时我们并没有犯他所说的罪 但是撒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感到绝望 如果撒旦无法将我们带到那个地步 撒旦就会将我们置于 面对神责难的不安之中 如果我们的心因罪而沉重 我们的信心也会软弱 或者我们会变得毫无信心了 没有信心我们将无法征战 仇敌是尽可能的引诱我们 企图将邪恶的思念和行为 放进我们的意念当中 魔鬼会控诉我们 有邪恶的思想和不解的心 他会告诉我们 其他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 他甚至会说 我们正处于失去神的危险中 他尽其可能的在我们生命中 进行定罪的工作 对于魔鬼的定罪 我们如何回答 一迅速的同意仇敌所说的 二回答说 是的 但是 三转向避难所 耶稣 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五节当中 耶稣说 你同告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西 他是说 仇敌正在寻找把柄 好到审判官那里去告你 我们的对头当然是魔鬼 他不仅在我们的面前控告我们 更在神的宝座面前控告我们 同意仇敌的说法 听起来似乎不太正确 如果他的指控是真的 我们的自辩为自己辩护 不会使我们得救 如果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跌倒或者失败 否认事实是没有用的 神说赶紧和你的对头和西 意思是快快同意他所说的 如果你真的犯了罪 就不要自辩 第二部分你要说回答说 是的 但是 但是 当魔鬼控告你 有污秽邪恶的思想的时候 你就回答说 是的魔鬼 你说的不错 我是不好的 但是 接下来的答案 将会使魔鬼全然的失败 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洗尽我所有的罪 第三步 转向你的避难所 耶稣 魔鬼会不断地打击我们的信心和意志 他用的沉重武器就是定罪 我们抵挡魔鬼的定罪有三重原则 同意仇敌对我们的控告 但是抓住在基督里 我们已被称为义的应许 并且回转归向耶稣做我们的避难所 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得胜的路上奔跑了 根据启示录十二章十到十一节说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这里成为得胜者有两把钥匙 一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 二见证的道 就是我们宣告出来的话 这个话必须配合神在圣经上所说的 魔鬼痛恨耶稣的宝血 耶稣十字架和宝血为我们击败魔鬼 所以他痛恨耶稣的宝血 当我们在祷告中抵挡魔鬼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祷告说 黑暗的权势 我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抵挡你 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释放这人 耶稣的宝血已经买赎这个人的自由 我命令你出来 现在就松开你在这个人身上的捆绑 圣经说你若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 这个承认的意思是说相同的话或者同意 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就是表明我们和神一样认为罪是错误的 他伤害了我们又让神悲伤 圣经说耶稣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意思是耶稣要按我们口中所说的话 带给我们胜利 美国著名步道家奥斯本说 当仇敌在神的面前控告你的时候 有三件事情要提出来 一 仇敌说什么 二 圣经说什么 三 你说什么 在天堂的法庭里 到底是由谁来扮演这些角色呢 法官就是神自己 全然公义 有智慧 原告是撒旦 昼夜控告我们 被告就是所有的基督徒 辩护者就是耶稣 他是我们的律师和代导者 假如我们真的犯了罪 同意敌人控告者所说的 是的 你说的没错 这是明智的 但同时也要提醒魔鬼 我们的辩护者 耶稣已经流血 为我们该受的刑罚付上了代价 然后我们转向耶稣 求耶稣为我们辩护 当我们背叛无罪之后 我们还要反过来起诉魔鬼 控告魔鬼 用谎言来攻击我们 复习一下 得胜基督徒生活的四个基本原则 一 拒绝定罪 而是接受圣灵的责备 二 同意仇敌所说的 三 回转到避难所耶稣的面前 四 运用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话语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愿神赐福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